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31号 农历假成年4月24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国台办支持进一步终止 埃克法部分产品关税减让措施 国防部强调 台独等于战争 分裂没有和平 学者指出 以外谋独前景凶险 最大受害者是台湾民众 赴台观光客大减 台湾旅游业损失千亿商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 看贵州走进遵义活动圆满落幕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发布公告 决定自2024年6月15号起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 134个税募进口产品 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协定税率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对此表示支持 陈兵华表示 长期以来台当局单方面 对2500多项大陆产品出口 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 违反了ECFA 关于逐步减少或取消 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规定 损害了两岸企业利益和两岸同胞扶植 2023年12月21号 大陆宣布终止ECFA向下 秉息等12个税募产品关税减让后 民进党当局不仅未采取任何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还不断变本加厉 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 见此 我们支持相关主管部门 采取进一步终止ECFA部分产品 关税减让的措施 陈兵华指出 ECFA是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的 实施中如产生问题 可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 但赖兴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据不承认九二共识 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和经济脱钩锻炼 严重破坏两岸协商和ECFA实施的基础 是大陆有关部门 不得不进一步终止ECFA部分产品 关税减让的根本原因 事实再度证明 搞台独就没有和平 就没有发展 只会祸台害台 只会让台湾企业民众利益受损 陈丁华强调 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始终对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持积极态度 将一如既往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 来大陆投资发展 率先同台胞台企 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更多造福两岸同胞 此次终止关税减让的部分产品 是继2023年12月21号首批清单后的第二批清单 5月31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134个税务产品关税减让 答记者问时强调有关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5月30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针对赖清德520讲话鼓噪所谓强化国防力量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指出 台独等于战争分裂没有和平 吴谦指出赖清德520讲话充斥着对台湾同胞的欺骗 对大陆人民的恶意 对洋人主子的谄媚和对以武谋独的妄想 是一篇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自白书 解放军对此坚决反对并以行动强力回击 他表示 民进党当局致这一基本事实与不顾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充当外部势力的恶华棋子 构成对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对地区和平的严重破坏 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现实威胁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台独等于战争分裂没有和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始终整鸽带旦 立兵默默 坚决打掉一切 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挫败一切 外部势力干涉 有记者提到 美方对中国大陆的围台军演深表关切 吴谦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 是14亿多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不容美方指手画脚 停止一切台独分裂行径 停止勾连外部势力挑衅 才是真心缓和台海局势 祖国统一 人心所向 解放军以行动说话 始终做打独促统的先锋队 近日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 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 赖清德当局 以外谋独前景非常凶险 恐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 最大的受害者 无疑是台湾民众 学者指出 赖清德试图把两岸之间的统独问题 扭曲成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价值观问题 主要目的是混淆台湾问题的实质 亦在拉拢国际势力介入 本质上仍是以外谋独 学者强调 以外谋独是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幻想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 更不可能为岛内分裂势力的台独 幻梦而战 冒险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 他们偶尔做些打擦边球的事情 只是为了从台湾谋取利益 通过口惠 而让台湾进行真金白银的利益让渡 最终受害的还是台湾 来关注岛内新闻 民进党当局长期限制两岸旅游交流 导致台湾旅游业者遭受重创 有业内人士估计 观光旅游业一年起码损失千亿元新台币的商机 观光旅馆业表示 原本期望今年来台旅客1200万人 也因为少了陆客 起码少了200万人 过往来台旅客最大宗是陆客 其次是日本旅客 不过因为民进党当局限录令以及汇率因素 这两大主要族群减少许多 业者指出 以消费力来说 陆客还是最愿意花钱的 因此即便其他地区旅客来台人数增加 仍无法弥补所损失的陆客商机 以每个陆客来台平均花费5到8万元新台币计算 观光旅游业一年起码损失千亿元新台币商机 台当局统计部门 每五年开展一次的摊贩经营概况调查 29号发布2023年调查结果指出 受赴台观光客人数大减 消费习惯改变等因素影响 台湾摊贩数量降至23.3万家 创1988年有调查以来最低 分析称 随着景气回温 近期应该会有所改善 最后再来看一条荣荣关系列新闻快讯 在遵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海峡两汉网络新媒体大陆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 看贵州走进遵义 联合采访活动 26号至30号已完成所有的行程 联岸媒体和台湾自媒体人 在遵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共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遵义在发展过程中的新图景 新气象和新发展 遵义之行让两岸青年 穿梭在历史与自然的交响乐中 赤水大瀑布的壮阔雄伟 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无尽力量 童子海军学校就职的抗战史诗 见证着海军学子在战火中的坚韧与故屈 文化名城中的全新变化 两岸青年用脚步丈量大美贵州 用镜头记录活力遵义 共同汇旧一幅两岸融合 情迁彼此 携手助梦的新时代画卷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